2024巴黎奥运射箭依旧是韩国队的天下 韩国射箭女团林世健 南秀贤 金勋英已5比4 在延长赛中险胜中国队夺下金牌 同时也成功缔造了奥运女团射箭项目 十无前例的十连把 由小泉志贤称号 21岁射箭选手林世健在排名赛中 以694分一局打破世界纪录 韩国队为何能从1988年汉城奥运设立 女子射箭团体赛项目之后 至今从来没有输过 南韩现代集团以长期赞助射箭队达40年 利用子公司旗下设施 为选手进行噪音适应 强风适应等多种环境训练 还打造射箭手臂机器人 可以跟选手一对一对决 在比赛装备上 南韩选手们头上标志性的小白帽 不仅能反射直射光线 还是利用辐射冷却材料制成 而南韩选手用的弓握把 则是用3D练印技术量身定做 另外 韩国射箭训练计划从小就开始 从小学到大学都设有射箭课程 体制训练完善 而本届中华队射箭女团 以2比6败给南韩 止步8强 虽败尤荣 大会排名第五 三名女将都可获得国光奖金150万元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天心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免好